平静的海面上突然出现诡异的白雾 只见白雾迅速将海上的平台笼罩 接着一些怪事就接连发生 先是有人从百米高台掉落摔死 然后又奇迹般复活 随后天空中又下起黑色雪花 而雪花当中还夹杂着大量灰烬 一位队员在长时间接触灰烬后 身体也出现了异样 于是没多久他便吐血身亡 显然队员的死跟灰烬有直接关系 于是队长再次对灰烬样本进行检测 果然这次有了新发现 检测员将灰烬与海水融合后 灰烬中的微分子立马就动了起来 如果灰烬遇到血液会怎样 于是检测员扎破手指将血液低近灰烬 没想到灰烬遇到血液明显更加活跃 原来灰烬中的微分子是有机体 然而灰烬只是个载体 通俗来讲有机体就和寄生虫类似 它们要依靠宿主才能存活 并且它们还有一定的传染性 只要伤口接触到灰烬或长时间暴露在灰烬中 都有可能会被感染 为了找到其他感染队员 检测员安娜立马提出建议 那就是抽取所有队员的血液 来和感染者小白的血液混合 如果发生融合反应 那就说明队员已经被感染 队长听后立马同意了安娜的想法 可就在队员去取小白的血液时 竟然发现小白也在找自己的血液 男人劝他保持冷静 但小白却显得异常激怒 还说自己已经被大脑里的声音控制了 他也没有办法 说完便带着血液逃出了化验室 随后小白来到平台下面 只见他拿出血液直接丢进大海 接着张开双臂在雨中开始祈祷 为了找回血液 队长将所有人员集合到一起 他表示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小白将他带回来 很快所有队员就开始寻找小白 而与此同时 小白正躲在一个油舱内对着石油散播并不 只见他用手轻轻划过 石油上便长满了寄生包子 可没多久 队员凯特就找到了这里 而小白躲在暗处偷偷观察着一切 很快凯特就发现了油箱中的包子 他立马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赶紧呼叫同伴 可就在这时 小白突然冲出袭击了他 惨叫声立马吸引了同伴的注意 等二人赶到时 小白早已经逃走 而凯特也受了重伤 一口老血直接吐了出来 突然平台又开始发生晃动 此时队员察觉到凯特的异常 因为他看到凯特的手掌满是鲜血 紧接着凯特就跑出了油舱 显然凯特也已经被感染 与此同时 钻井台上的喷火装置也突然熄灭 随之大量的可燃气体也被尸跑出来 好在没一会晃动就停止了 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熄灭的喷火装置要重新点燃 如果不及时点燃的话 整个平台就有可能会发生爆炸 可要重新点燃的话 就必须要靠近装置手动点燃才行 而大家都不愿冒这个险 这时队员加罗站了出来 他表示他可以完成这次的任务 于是 队长准备用塔吊机将加罗送到装置面前 等加罗点火时再将他迅速拉回来 可没想到 加罗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当他走到一半时竟然解开了安全声 因为他知道 此时的安全距离很难将装置点燃 他需要走得更近才行 这一举动吓坏了在场所有人 大家都劝他不要冒险 可加罗根本不停 而另一边 小白也终于找到了控制整个平台的机器 于是他立马展开了复仇 你这事就是 小白也继续